大家好,我是李昂,一个爱玩游戏的原画师 这个频道会不断发布绘画或游戏相关的影片 有感兴趣的可以帮我订阅点赞 加入我的会员帮助我产出更好的内容 或者加入discord群进行交流学习 好,今天开启的话题是一个我认为初学绘画的人 或者自学的人很实用的内容 绘画名词示意 因为大家学绘画的时候都是天南地北的 学习绘画的老师用语啊方言啊都不太一样 有时候老师表达的意思你可能会会错意 同样一个词可能表达的意思是完全不一样的 当你误解了老师的用意的时候 那你学画就会比较困难 所以我希望通过这个系列 能够让你搞清楚你的老师表达的是什么 你该怎么做 但因为有很多专业词汇会在实际的教学 或者改化中比较容易出现 所以如果有听不懂的词或者不理解的词译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会集中到下面的七数来逐步解释 通常示意需要结合具体的问题 所以留言的时候描述一下你在什么情况下听到这个词的 或者是你的老师在什么情况下说这个词的 然后我再来给你解释 好这次我们先解释五个词 第一起行 顾名思义就是绘画一开始要做的事情 这个行为不同于草稿 这只是一个非常非常开始的步骤 常见的起行方法有找画面主要内容的各个端点上下左右的 确定端点之后加上辅助线 构成一个最开始的图案 在竖写中我们也可以利用点来规定好人物的比例和大小 但是通常我们看到的都是比较熟练的人 或者画师在画人物竖写 我们大多数熟练的人都不需要再靠点来起行 所以在起行的步骤通常会直接从更能辅助我们创作的方法开始 比如直接画一些定位用的线条或者体块 抓点这一个行为 在练习的时候我们注重的是准确 初始找点越准确 后续的步骤就会越精确 而在竖写练习中有一些不同 竖写练习着重的是你对对象的第一感受 描绘出你对对象的第一印象为主 这样会让你的竖写更加生动 所以早点的话会多多少少影响到你对对象的生动的描绘 所以分清楚你要画的是什么东西 你要画的是什么练习来选择起行方法是比较重要的 有时候能够直接影响到最终的画面效果 第二 草稿 草稿大家还是很容易理解的 我们起行完之后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磨练的都是草稿能力 草稿是作为定型之前的思想发散和形状修改 这一个部分作为练习来说 是不断的去调整各个点的位置 比例问题 在正式进入下一个阶段之前 进行最大限度的错误排查 如果是插画或者是设计 这个阶段我们考虑的大致就是各种图形的分布 线条的走势 是一个以尝试和视错为主的绘画阶段 很多新手在这一步的时候都非常的唯唯诺诺 小心翼翼的 包括我自己在某些时刻 为了效率或者是很长时间不画了之后 对绘画比较深疏了 在这一阶段就会显得异常的紧张 这样反而做不好草稿 在这个阶段我们应该更加夸张的去进行尝试 勇于犯错 不过手绘的朋友在这个阶段要稍微注意一下下手的轻重 不然太重的颜色会影响到后续的步骤哦 第三精致炒稿 这一阶段是一张图准备开始正式开画的最后阶段 基本上就是发散思维抒情抒发的最后阶段了 这一阶段由于形状构图基本的比较清晰 所以可以最大程度的检查之前阶段的错误 因为一旦开始下一个步骤 那将是一个不太能允许犯错的阶段 因为如果之前的错误太多 你继续下去的时候 你的画变成一坨精致的大便的概率就非常大 很多初学者和自学者对于精致炒稿都很不重视 都急着进行下一步刻画 但是要画好在精致炒稿的阶段 其实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的 这不仅关系到你的行准能力 绘画基础能力 还关系到你的表达能力 往往这个阶段做得不好 这张画到后面就是会越画越艰难 所以我们还是新手的时候 很长一段时间都在磨练的 就是从起行到精致炒稿这一步 甚至进入职业以后 我们进行的大量sketch训练 也仅仅就是走到这一步为止 算是基本达到了训练目的 所以如果你还是要忽视这个阶段的话 请你重视起来吧 四比例 学过数学的人都应该知道比例尺吧 这是最基本的一个小学数学问题了 那么绘画中的比例也是一样的 这牵扯到画面中物体的相对大小 只有相对大小是正确的 我们画的东西才会成立 但是比例也会造成各种各样的视觉感受 就比如眼睛的大小 在脸部的比例不同 呈现出的写实程度和美观程度 都是大不相同的 所以比例问题牵扯到绘画的方方面面 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标准 可是当我们还在初级练习的时候 一般来说都会以写实比例进行练习 一般来说都会是1比1来练习会简单一些 发生了比例变化就会更难一些 所以如果有条件1比1 或者接近1比1的写实比例来绘画 一开始是会容易一节的 不太容易走行 我们在绘画初学 甚至不是初学 已经有了一定绘画能力了以后 也会因为能力不足 通常会把比例画得很烂 其实我自己也是很晚才意识到这一点 所以越基础的东西越是需要去认真重视 否则会走大量的弯路 让你做了大量的练习 有时候一个简简单量的问题搞不清楚 就会让你的画面甚至你苦练了很长时间的技术 大打折扣 第五空间感 这个词出现在比较普通的画式 或者说比较差的画式的概率是很少的 但是如果你是参加一些拥有高等美术学院学习经验的老师 或者是本身就是高级美术学院的老师 你就会突然非常高频的听到这个词 空间感 顾名思义就是一个环境空间 可大可小 我们如何理解这个词呢 从小范围来说 一组近物连同周围的环境形成的就是一个小的空间 这是一个立体的范围 我们通常会用空间这个词来概括和描述这种感觉 它可以是描述距离 也可以是描述体积 也可以是描述你所画的场景范围 其实如果你想象一下空间 space 这个词带给你的感觉 就可以更加切实的感受到这个词的含义 这个词代表了绘画这个行为所表述的事情 物体及情绪等等 你我的距离中间可以是空间 包围着你我的房间也可以是空间 我们在沙滩上处在地球的某处也是一个空间 当你开始用空间这个词来描述画面的时候 往往这个时候就代表你脑内的3D软件已经开始构建了 所以如果你切实的感受到空间感 并且能够表达空间感的时候 那么你可能才算是走在绘画这条路上 好了 这次的五个词就先分享到这里 后续我还会继续整理并解释绘画的常用词汇 打消各位的误解 这次就先到这里 Peace 这次这个词不关系 看它 我们下车的词汇 和不要 那边 我们下车的几乎